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高 咱们今天来讲南海海操大地震 拥有585万订阅的YouTube老高 以讲述奇闻意识爆红 每支影片几乎都有300万观看数 不过却被踢爆竟是全盘抄袭 YouTube篮球妈妈将老高影片 跟原版的1比1对比 这部影片几乎是通篇抄袭了 日本NHK电视台的纪录片 不仅文本照抄 连素材动画都抄得一模一样 点出老高的影片 不止这一支大量使用 日本NHK新闻动画资料 还有内容 数据 就连叙述结构都一模一样 抄袭程度高达百分百 就是已经达到了 对方影片说虽然但是呢 他也说虽然但是 地球上的哺乳类动物只有6000种 鸟类有9000种 蛤蟹类动物有1万种 两栖类动物有7000种 好几段内容摆在一起 就像是直接日文翻中文 一字不插引发两极热议 有人认为抄袭太可恶 但更多人力挺 本来看影片就是放松听听故事 原本就知道老高是将网络资讯整合而已 而老高本人也终于回应抄袭争议 他坦承频道所有内容都是来自网络和书籍 只是收集公共资讯讲给大家听 更强调老婆跟众多网友也从来没要求原创 对于一些人要求全新创作内容实在能力有限 也不符合频道宗旨 表示未来对于类似的指控都会欣然接受 在安全在于